各位觀眾早安,歡迎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打給我們 或是發覺電郵過來 身邊的嘉賓是Anno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哲樂 早安,Anno 請你早安 跟進林小姐的電話 你好,林小姐 你好,我先問一下 6881和2380 我想買的比較好 好,就問中國銀行證券和借中國電力編有2380 是,是 好,聽到了 OK,兩者來講就未有貨 我們先跟進券商股 6881,暫時到12.84的位置 股價來講就靠穩 那怎樣部署這個股份呢? 因為其實現在券商股選擇都幾多 好嗎? 那麼多隻來講 例如有些半身股 6886 或者是港法等等 那麼多隻 會不會說如果未有貨 都會選擇6881作為首選呢? 6881我覺得後市是會有條件 看好少少的 始終講論估值上面本身 你說6881 就是中國銀河 相對其他的一些內資 即是內地的券商股 這個股值上面就真的相對比較劈 因為你看到好像中國銀河現階段 都是市盈率20倍PE 那麼今年來講他們的增長 動力我都相信有條件 做回一倍又多以上 因為你看到成交金額 真的的確是強的 所以我覺得後市來講 我覺得要買沒什麼問題 但是當然會留意就是 這個股價現階段都好像不上不下 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 都不單止中國銀河 整個券商板塊上面 現階段市場都是比較多 可能打壓兩融相關的消息在 但是現階段A股的勢頭仍然是向好 我都預料未來來講 調整空間未必會太過大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等一等先 但是如果要買的話 12.5這些位置可以買的 那就將止洩位設法是12元 不穿50天42元這些位置 可以中線持有 後市的目標 我覺得可以望回16元這些水平 好 還有一隻是不是 2380 好 2380都沒有貨 剛剛記得的 就中華電力6.2 暫時回回3% 好 這隻股份來講又如何部署 因為近日消息比較多 所以顧價率率先升上來 大約5元邊都升到之前6.5元的位置 這隻你要炒作就會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說為什麼可能升得那麼多 包括公司來講 整個中國電力整個系列的公司 可能牽涉著一些重組等等的消息 始終能源板塊 如果你說論基本因素或者前景方面 當然有從事一些新能源業務上面 前景上面都會受到各賊的扶持 但是你說現階段 這個板塊上面升那麼多 好像中國電力為例 最主要都是牽涉著一些重組等等的消息 所以你說相對是比較難觸摸的 但是如果你是從技術走勢上面 這些位置暫時來說就不不易占手了 因為你看到股價 衝到6.6這些位置兩次都不能夠突破這些阻力位 現階段的股價都跌下來 今天走勢上面都有個穿頭破隔的跡象在 短期來說可能有機會試回10天線 可能5.7這些位置都不出奇的 所以你說未來可能會調整多一成有多 所以暫時來說我不建議買住 如果你要考慮這隻股份 起碼等到股價下回10天線 大約5.8這些位置才開始去考慮 好 那大家先等一等 我們先謝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查詢 下一位我們會有邱小姐 邱小姐 邱小姐走開了 邱先生 你好 Dishon好 我想問一下 他想問兩隻 一隻是2328 這個中國財險 他這裏未有貨 就看哪個價位買入 以及以前價那些 邱先生 我們有Arno 我拿了另一位分析員 會為你解答問題 就是2328財險 18.22 現在股價是偏遠 怎樣去部署 其實內險股這一陣子 都有一個追落後的感覺 好像是國首方面 也不是表現太亮麗 我們現在先分析2328 暫時來說 有可否買貨 其實售險板法 當然見到現階段的勢頭 也不算太差 即使相對大事 有調整的勢頭也好 你說財險股也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從圖表手勢上表現不差 不過就會留意財險 其實今年來說 我相信焦點會落在一些 售險業務的公司上 但是如果財險業務上 仍然保持著過去幾年那麼穩健的增長 的確現階段看到勢頭上面 是有條件做回 保持增長勢頭 所以我相信後市來說 都未必會有深一點的調整 不過從技術走勢上面 現階段股價復回 在10-20天線中間 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需要急於買住 如果要買 我建議不妨等到 17.5這些位置 才開始去吸納 將止施位置 設在16.5 不穿16.5 中市持有 第一個目標自己 先看20元這些水平 好 OK 還有一隻的 是966中國泰平 這隻我都未有貨 看看哪個價位買入 以及支持價值 謝謝 好 兩注資金可否擺在同一個板塊 暫時來說 中國泰平編號966 股價來講 都向下 2.30元7毫子 可否分散投資 不要全部擺在同一個板塊 還是因為看好可以兩隻都考慮呢 固然分散投資有個好處 但始終財險和太平 始終一隻是做一些財產保險為主 一隻做一些受險業務為主 又要分散投資這兩隻股份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我想你會看到 太平其實輪保費收入方面 今年來講表現非常之強勁 但短線來講 可能股價都會有調整勢頭在 因為你見到現階段 A股都是表現得比較反覆 內險板塊上面 就之前升得比較多 但我都預料始終後市來說 特別講從事一些受險業務的公司 我看法是看得比較正面的 都預料不會有太深的調整 所以從技術走勢上面 如果見到股價會落到 接近20天線 3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買的 在30元這些位置買入 就將止節價 即是28元 這隻股份的目標價 我自己會先看 大約是36元這些水平 OK 好知道 多謝先 邱先生你的電話 下一位朋友我們聽聽一下 李太 麻煩兩位 我呢 一二二四 今早呢 兩個 兩個 兩個半 那裏追蹤 這樣我想看一下 會不會想回去 上網空間 指示 這樣呢 那隻海通 我就沒有貨的 想什麼位買回 這個283呢 我就沽了 那我又想看什麼位可以買 嗯 好啊 OK 那我們其實電話比較多 可能就只可以回答兩隻先 那就是終於置地了 暫時股價呢 急升一乘四 有很多 其實今天呢 高位去到2.46元 他說在大約2.5元位置買 那 就要看是不是之前入了課程 因為今天高位見過2.46元而已 現在來講 升幅就明顯收窄了 布2.24元的位置 那有什麼消息呢 就是終於置地 就說會買重應與北區 一個物業權益 給層大地產 那究竟這個消息 是有什麼正面因素的呢 那實際為什麼會刺激到那麼多呢 說著作價方面 就說大約有接近70億的港幣 那怎樣去部署現在它的情況呢 那的確沒錯 受到這個消息 所以刺激到股價上升 但是你說說 這宗消息是否真的 完全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利好因素 有很大的變數 那當然說現階段以內房的情況 不是太過樂觀 能夠套現去將他們 好像這些重慶的商品物業項目 轉售回到恒大地產 當然造成一個正面作用 但是代不代表能夠長遠地刺激到股價呢 相對地 我這方面會有個保留在這裡 始終內房股 其實你說現在 以現階段的勢頭來講 基本因素是相對地比較疲弱的 最主要近期來講升 都是炒作市場有些放水 等等的衝勁在這裡 所以我相信 這個相關的消息 不能夠造成一個太大的刺激作用 而看回到股價升到大約 2.46這些位置跌下來之後 究竟後市有沒有機會 馬上重拾回升勢 這方面會有個保留在這裡 所以這些位置怎樣部署 如果你高追了的話 我建議 如果真的看到股價 穿2.2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要理性才行止泄離場 見到股價能夠反彈到2.4這些水平 我都建議在這些位置做減遲 好 另外就問多一隻 就是編到665 是否海通國際 你想問 我想問283和665 我們因為電話比較多 問一隻好嗎 問665 好 暫時來講 5個月之後會隨正 股價來說 跌近2%去到7.81 那這隻後市又怎樣部署呢 海通國際 你看到昨天的股價非常波動 最主要都市場傳到 有些報章雜誌都說到 本身公司就一度誤傳 他們持有很多的漢良太陽能股份 那雖然證實 最終就不是真的有這個消息不確實 所以因此帶動股價的跌幅有所收窄 那但是 其實從事在本港的券商業務上面 暫時來說是沒有什麼消息在 大股成交金額 也都見到開始有一個轉弱的跡象在 那這個因素上面 短期來說不排除股價表現會比較反覆 所以 後市如果調整多一點 你要買一些本港的券商股 我覺得是可以的 不過暫時來說先等一等 我建議如果要買的 等到股價回落到7.5這些位置 才開始去吸納的 就將止蝕價設到7元 後市的目標會先看9元這些水平 好 知道 多謝先Anno和李太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還要回答其他朋友的email和電話 我們時間有限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和大家看看其他問題 不要走開